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揭示苹果公司在人工智慧领域面临的重大挑战 特别是在中国市场上的困境 尽管中国是全球第二大iPhone市场 苹果却未能在这里顺利推动其AI工具 由于OpenAI的ChatGPT等西方AI模型在中国不可用 苹果被迫寻找当地合作伙伴来填补这一空白 然而,苹果在这方面的进展缓慢 甚至落后于本地竞争对手如华为和小米 苹果已经与百度、阿里巴巴等企业进行了谈判 但尚未达成任何具体合作 这一局势让苹果面临着来自本土品牌的激烈竞争压力 其市场份额也有所下降 未来,苹果能否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站稳脚跟 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深刻中国》 我是您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重要话题 苹果公司在中国市场面临的人工智能挑战 这篇文章源自《华尔街日报》 由黄磊和孙智英两位记者撰写 详细阐述了苹果在推动人工智能服务时 在中国所遇到的种种困境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文章的核心内容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iPhone市场 然而,在苹果最近关于人工智能的演讲中 却几乎没有提到中国 原来,OpenAI的ChatGPT和其他西方AI模型 在中国不可用 这促使苹果寻找当地合作伙伴来提供Apple Intelligence服务 尽管苹果与几家中国AI公司如百度 阿里巴巴和百川人工智能进行了会谈 但目前还没有达成任何交易 而下一代iPhone的发布即将来临 苹果在中国市场的地位正面临本地竞争对手的威胁 今年第一季度 iPhone在中国智能手机品牌中的市场份额跌至第三位 仅次于两个本土品牌 华为今年预计将占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17% 而苹果的份额将从18%降至16% 与此同时 为了能在中国推出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的人工智能服务 企业必须获得北京的批准 截至今年3月 北京的互联网监管机构已批准了117种 生成是人工智能产品 但其中没有一款是外国产品 苹果曾尝试为其设备中的外国大型语言模型获得批准 但发现中国监管机构不太可能批准 这一任势促使苹果加强了与当地合作伙伴的谈判 在中国市场 苹果面临的竞争不仅仅来自本地品牌 还包括其他国际品牌的策略 例如 三星在中国推出的Galaxy S24智能手机系列 采用了百度和美图公司的AI技术 来替代美国市场上使用的谷歌AI模型 尽管一些中国用户对百度的AI功能评价不高 但有些功能如中文翻译却更为真实 搜索结果也更符合中国用户的需求 苹果在中国市场的挑战不仅限于技术层面 还包括数据存储和服务提供方面 例如 苹果的iCloud服务在中国的数据存放 在一家国有公司的服务器上 而其Vision Pro头显虽然将在中国推出 但其流媒体服务Apple TV家却不可用 苹果在中国的经济作用巨大 帮助中国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然而 随着中国爱国主义的兴起 反美情绪可能会影响苹果的地位 Counterpoint的研究主管汤姆 康表示中国越来越多地将目标对准美国公司 苹果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是一个关键问题 现在让我们深入分析和评论这篇文章的背景和内容 首先从技术合作和监管的角度来看 中国对于外来技术的审查和限制 是苹果面临的最大障碍 中国政府对生成是人工智能产品进行严格审查 以确保其内容不会影响到政府的控制 这一政策使得苹果不得不寻找本地合作伙伴 而这些合作伙伴能否在短期内提供与国际领先AI公司相媲美的技术 还有待观察 其次 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 苹果在中国市场的地位正受到本地品牌的强烈冲击 华为和其他本土智能手机品牌通过整合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迅速抢占市场份额 这意味着苹果必须加快其AI技术的本地化进程 否则将面临市场份额进一步下滑的风险 再者 从用户体验和产品差异化的角度来看 虽然苹果在技术和品牌上具有优势 但中国用户的需求和习惯是其需要特别关注的 与百度合作的三星在中国推出的AI功能 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如谷歌 但却更符合本地用户的需求 这为苹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 本地化不仅仅是技术的适应 更是用户体验的优化 在讨论苹果面临的挑战时 我们也不得不提到经济和政治因素 苹果在中国的成功与否 不仅取决于市场策略和技术合作 还有赖于中美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中美关系的紧张 可能直接影响苹果在中国的业务 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风险 最后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 苹果需要在中国市场建立 更加稳固和灵活的业务模式 除了与本地AI公司的合作外 苹果还需要深入理解 中国市场的独特需求和趋势 推出更多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 创新产品和服务 综上所述 苹果在中国市场面临的人工智能挑战 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议题 技术 市场 用户体验 以及经济和政治因素 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苹果需要在这场竞争中找到平衡点 不仅要保持其技术领先地位 更要在本地化和用户需求方面 做出更多努力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话题的进展 及时为您带来最新的分析和评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苹果公司在人工智慧 AI 领域 有着多年的探索和发展 并且在其产品和服务中 实现了多种创新应用 苹果的AI技术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Siri Siri 是苹果公司旗下的语音助理 首次发布于2011年 在Siri中 苹果应用了自然语言处理 NLP 语音识别和机器学习技术 使得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指令 来控制设备 查询信息和完成各种任务 经过多年的演进 Siri的语音识别精确度和智能回应能力 得到了显著提升 2.影像处理与计算摄影 苹果在iPhone和iPad等设备的摄像头中 应用了先进的AI技术 如智能HDR 夜间模式和人像模式 这些技术利用深度学习模型 来优化照片质量 提升光线不足情况下的成像效果 并且可以自动识别和优化拍摄场景 3. Face ID Face ID是苹果的一项面部识别技术 首次引入于iPhone X 它利用深度感测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 来实现高精度的脸部识别 能够在不同光照条件下 快速解锁设备并进行身份验证 Face ID的成功应用 大幅提升了设备的安全性和用户体验 4. Core ML Core ML是苹果公司为其开发者社区 提供的机器学习框架 于2017年发布 这个框架能够让开发者 将机器学习模型集成到iOS应用中 支持各种深度学习 图像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任务 Core ML的高效性能 使得AI应用能够在移动设备上流畅运行 5. 隐私保护 苹果在发展AI技术的同时 十分重视用户的隐私保护 苹果主张设备端机器学习 On-Device Machine Learning 及大部分数据处理和分析都在用户设备上完成 而不是将数据传输到云端 这种方法不仅提升了数据处理的效率 也保护了用户的私人信息 6. AI芯片 为了支持更高效的AI运算 苹果在其自家设计的A系列和M系列处理器中 内建了专门的神经引擎 Neural Engine 这些专用硬件加速器 能够显著提高机器学习任务的运算速度和能效 支持更高阶的AI应用 7. 健康与健身 苹果在其健康应用和Apple Watch中 应用了多种AI技术 来监测和分析用户的健康数据 通过机器学习模型 这些设备能够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建议 并且预测和预防潜在的健康问题 苹果公司的AI技术 不仅提升了其产品的功能和用户体验 还带动了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 无论是在个人助理 摄影 安防 还是健康领域 苹果的AI应用 都展示了其强大的技术实力 和对未来技术发展的深刻理解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女士们 先生们 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 苹果在中国市场推动人工智慧的挑战 首先 必须承认中国市场 对全球科技巨头的重要性 苹果在中国已有多年耕耘 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机会 这样的合作关系不应该因为一些监管问题 而受到摧毁 就像古代丝绸之路一样 互相依赖造就了繁荣 苹果与中国的合作是双赢的局面 没有理由让这种合作终止 哎呀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好听 但现实可没这么简单 中国的监管环境就像是长城 牢牢地控制着进口技术 苹果就算是西方的科技帝国 也不得不在这面墙前低头 同样的 三星已经在中国市场上适应了这些规则 为什么苹果不能呢 说白了 苹果的问题在于它的傲慢和固执 这才是真的原因 谢琪琪 你这就有点吹毛求疵了 你说的长城确实存在 但这不代表没有门可以开 苹果已经开始与百度和阿里巴巴等本地公司 进行合作谈判 这正是开门的钥匙 还记得古代的和平使者吗 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国家 也为了全人类的进步 苹果在中国市场上的努力 也是一种现代的和平使者行为 是促进技术进步和文化交流的途径 和平使者 你真会说笑话 苹果这次可不是来赠送和平的 而是来赚钱的 你说他们和百度 阿里巴巴谈合作 这些公司可是中国的顶尖企业 谁会轻易让出自己的市场 而且中国的监管机构 根本不会让外国的AI产品轻易进入市场 苹果想要在这里奋一杯羹 简直是异想天开 异想天开 别忘了 苹果有过无数次打破常规的成功案例 从推出第一款iPhone到现在的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一直是科技创新和市场变革的引领者 就像马克 土温说过的 真实的生活比虚构的故事更不可思议 多年前 谁会想到一部手机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相信我 苹果会找到打开中国市场的独特方式 这只是时间问题 好吧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倒是有点道理 但现实情况是 中国的监管环境和本地竞争者的实力不容小觑 就像竹子一样 外表看似柔软 内里却坚韧无比 苹果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 很智慧来应对这些挑战 而不仅仅是依靠过去的成功经验 这次的挑战对苹果来说可谓是前所未有的 真的需要小心翼翼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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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